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擦鞋箱干嘛 擦鞋 那这擦鞋箱要多少钱 一百元 太贵 不贵 我已经去过批发市场四次了 要专用的箱子 凳子 清津油 软毛刷 还有十几种鞋油 没有一百元是达不到我的要求的 嗯 你要求还挺高 我现在有三十元 还差七十元 行 这七十元我给你 不过我有个要求 我这七十元给你了之后 咱们就是合伙人 这算是我的投资 我在这个城市要待五天 这五天之内 你要把这七十元还给我 还要支付我 一块钱的利息 干不干 好 我现在读六年级 每个星期要上三天课 其余几天要放牛 放羊和帮母听中定 但是我的成绩 从来没有滑下过前三名 所以我是最棒的 嗯 不错 开张了 对啊 这是你买的擦鞋箱啊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商场里卖的太贵了 我昨天花了八十块钱 在商场里买的材料 回家自己做的 嗯 还剩二十块钱投资款 你先收着 好 作为你的合伙人 我有一无提醒你 这商场里面有个免费的擦鞋器 顾客都免费去你们擦鞋了 干嘛他们要花钱找你来擦鞋呢 我去那边酒店门口摆袋怎么样 对 这是个旅游城市 每天有很多游客要住酒店 他们旅途劳累 第二天肯定要把鞋擦得干干净净的再出门 这酒店门口位置不错 哎 合伙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把那一块钱利息还给你呢 我的技术不错的 你这个小家伙鬼得很 你是想给我擦鞋来抵拉一块钱的利息吧 是啊 行 那就让你擦 你要是擦得不好 就证明你的说谎 而我投资给了一个不诚实的人 那我的投资就是失败的 你放心 我的水平是最棒的 看完了 嗯 还真不错 我给你写两个字 最棒 哈哈 你们是游客吗 谁 我们是成都来的 你们要擦鞋吗 这是上个顾客对我的奖赏 最棒 你们要擦鞋的话 我保证把你们的鞋擦得像镜子一样亮 好多钱擦一擦 一块钱 哎 小朋友 布鞋可以擦吗 可以 但是布鞋三块钱 今天是第五天 这是十五元 刚好够您投资的七十元 给您 合伙人 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 也是我对你的肯定 我最棒 给你 谢谢合伙人 等我大学毕业了 我去找您 好 张老板 您放心 您的货款 我保证下个月给您回到 刘航长 我们公司那三百万的贷款 您看能不能再缓三个月才还 主任 你通知全体员工 这个月的工资 到下个月才发 进来 任总 有位新生想约您吃饭 你看我现在都焦头烂额了 哪有心情吃饭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嗯 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 也是我对你的肯定 我最棒 哦 十五年不见 长这么大了 是啊 我说过回来找您的 嗯 这是一张七百万的支票 什么意思 我想投资您的公司 做您的合伙人 十五年前 是您教会了我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 从那只菜鞋箱开始 我完成了一步又一步的积累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三家公司 这七百万投给您 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额外的利息 你想有多少利息 一块钱 你要把这七十元还住 还要支付我一块钱的利息 七十元 回报七百万元 这应该是我投资生涯中 最成功的案例 成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 而是你帮助他人 有多少人 因你而成长 又有多少人 因你而感动 我这个人 我认为你拥有了多少钱